请 徐兄 徐兄 你也来了 这个热闹小弟岂能错过 你以为这两边哪边会出手啊 不好说 不好说 徐兄师弟 你好 今天很有意思啊 今天是明满京城的大诗人金兰兴 和一个小司队诗 听说是刘波文刘大人的根本 他也会写这儿 不愿意金兰兴 背得咱们样子 救你 救你 人家本来都已经入港了 被你这边一搅和 全都忘记了 这来 爹 莫怕 莫怕 儿子 你看啊 这里有这么多人帮你 外面还有那个老和尚在暗中中立 只一轮 叼刘波文那个老东西出丑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场对决 哎 有的看了 无论哪一方准有出丑的 是啊 先生 今天啊 我怎么有点冷啊 大喽 是不是衣裳穿的少了 还是怎么了 不成了了 瞧瞧你那点出息 不是 哎呀 我去辅学贴那接贴 原本就想羞辱一下金兰兴那丝 变他不敢出头 就算出头一对一单挑 不非就是逗逗口舌学问 想必也不落下风 谁行子 他那有那么多高人帮他呢 你瞧你那样 你放心 有我的 今天这场戏好看 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哎 你说他们都是怎么想的啊 那个金兰兴怎么会和一手撕叫上劲 要不怎么说是奇闻呢 一定很有乐 都静一下 静一下 这次大会 本是双方切磋学问 却因坊间议论纷纷 传承什么 出丑大会 刚才咱们议论半天 出丑大会 这有意思 真几番有意思 这么好玩啊 爹 嗯 要不 还是你出去吧 我要是 我要是能出去 还用废着许多周折呀 再背背 再背背啊 出丑大会 现在开始 对峙双方 上场 好 行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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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呢 去 有您呢 先生 有您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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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金公司好 各位世子 各位学兄学弟 这可真是 西兰青 这箱有礼了 买货的金大作家 你长脸呢 就是啊 长脸 长脸啊 这是哪儿去 没见过呀 这不像个文化呀 倒像个痞子 哦 原来主书是 老公也就是说他呢 这回可有热楼桥啊 学生 拜见大师 公主大师 法海慈航 救苦救难 接引众生 普渡众生 赛助大师 常有临鹏之剑 龙马精神 带弟子 恭行大礼 今日就免了吧 你呢 又有什么说辞啊 回大师 小人我粗人一个 实在说不得那些花言巧语 小的就给您磕三个想头吧 你一起来吧 谢大师 第一轮开始 金兰新出题 刘毅作答 学问 学问总是由浅入深 何为深何为浅呢 你问我呢 这还不好回答嘛 那会儿一个水池 你自己跳下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陈哥一外行啊 人家说学问深浅 他说水深浅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数字切莫转移话题 行人有问 数字有答 有问有答 第一局我方获胜 这是脑子哪儿啊 站一下 刚才只是铺垫 问题尚未提出 进来心 所谓有浅入深 就是指智子 入学开盟的第一天算计 这个开学的 第一堂课算计 一看你小子就没有入过学开过盟 会写字吗 小孩子上学的第一堂课就是苗红 我就以我们读书人最浅显的技能来考你吧 如果你不会写字 那咱们还说什么 完了 还有吗 第一题试试 你呢 我 我什么呀 最方提出要笔书法 我 笔墨次号 给 写点什么好呢 我是写李太白的《枪劲酒》呢 还是写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呢 你听都没听说过吧 这我要是写出来 大家伙会觉得我欺负你 这样吧 你说写什么 咱们就写什么 成不成 好啊 好啊 那你说 你说写什么呀 你会写吗 对呀 你快说呀 快说呀 快说呀 你看这小子 连字都不会写 还想打那台 你说这小子 金大爷 算你狠 这招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跟我斗啊 他还梦点 出师大爷 出师大爷 连字都不会写 还笔试什么呀 年年 就是啊 写啊 快写啊 不是笔试吗 不写怎么笔啊 要不你就自认书 这书法 你是笔不笔呢 如果不笔 即任告负 怎么 你一个大事都不会写 这样 你进去问问你家主子 现学现卖几个笔划赏的文字 或者出个题 再出来献丑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说的 哎 玩鲜了吧 没有这金刚钻 就别懒着刺激活 傻二一个 怎么一上来就是写字啊 这会可被那丝赚了 有您在呢 别说是诗词歌赋 谈古论金 就是上天如地 我也不怕他呀 可是单单这提笔写字 我一写出来可就成磕头文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能说我写好了 你拿出去呀 算得性筋得很 要不我出去认输了得了 慌什么 慌什么 文字 文字 字乃写文 无文它也无字 您有招了 他不是让你出题写吗 对呀 这还不好办吗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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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是纸子给他出主意了 不定有出什么洋相啊 是啊 不是 他不是让我出题吗 那就写这个吧 金兰新听了 对方要求书写题目 一 真书 依兰操 依兰操 二 草书 惠乌银 三 地书 归山草 四 转书 破灵歌 这些都文章歌啊 依兰操 这是什么书啊 还有什么什么 依兰山草 什么 什么 慧孤吟 太生气啊 都没读过 没读过 这可太难了 是啊 是啊 写字本来是比较书法的优劣 就应该写写平时常用的狮子文字 为什么要出这样冷屁的题目呢 你哪儿来那么多话呀你 你说比书法 行 那咱就比书法 你说让我出题目 好 那我就出题目 题目出来了你倒是写呀 我们比的又不是章句 而是书法 对呀 比的就是书法呀 你写呀 你写你的书法呀 这能不能比了啊 我写什么写 我怎么写啊 我太急了 写不出来是吧 那只能算你认输 一回合金大才子认输 我方上 你给我站住 成的呢 怎么说过头啊 这个字怎么没写呢 什么事啊 怎么怎么了 你的呢 我的什么 你写的呢 我 跟你儿子一样 不会 怎么比啊 你这些说 你方出的题目 你自己都不会 这岂不是胡闹啊 你儿子这么一大诗人 又自称肚子里一堆 有浅入身的大学问 他都不知道 凭什么我就得知道啊 再说了 咱这一场比的是书法 你却纠缠于题目 到底是谁胡闹 这说的也有道理啊 是 也是 请大师给评评这个脸 他方出的题目 他自己都不会 他 大师更得讲公道 他写不出 我也写不出 这一局只能算平整 这一局比的是书法 可我连理都没够 怎么算是平局呢 那你写呀 谁拦着你了赶紧写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 哎对啊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书法 啊 你看 没人拦着你吧 笔墨指研就摆在你面前呢 谁拦着你了 那你就给他写 你写不出来 没办法 只能算是平局 平局 哎 第一局 甲乙双方 谁也没写 平 慢 在下请教前辈刘大人 请教不敢打起帘子 有话请讲当面 在下斗胆 此四题实在偏颇 偏离了笔试书法的原意 致使我方无从下笔 不能服人 这四个题 都是典籍当中寻常的题目 有何偏颇可言 即便是你老金不知 贵公子贵为天下通才 难道他也不知 这岂不是让天下人 咋舌呀 假货呗 在下实在不知 敢请老前辈赐教 这四个题啊 皆出自如典 是个读书人就应该知道 敢问 伊兰操典出何出啊 孔子力聘诸侯 诸侯莫能认 自卫凡 银鼓之中 见香兰独貌 溃然探月 兰当为王者乡 今与种草为伍 指车圆琴歌之 再请问唱的是什么 老夫自以为如典贤熟 喜喜古风 以音以语 这就是依兰操吗 知子于归 远送于也 这平时都在嘴边上呢 可不舒服啊 不是 我 我 你 你找我干嘛来着 受酒 受酒 哟 走了 高宋 哈哈哈 先生 我怎么一点都不冷了呢 该咱出体了吧 咱出个什么 让那小子出好 来 你说那边现在会是个什么情况 金兰西那个废物能赢吗 他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 连应天府来的道眼和尚都给请来了 还弄不过一个小丝 那可说不准 要比耍嘴皮的 金兰西还真不如那小丝 再说人家后面还有那刘伯温呢 这倒也是 他是输是赢 跟咱有什么关系 管他呢 这么大一热闹 咱愣是没看着 怪可惜的 第二轮对质开始 此轮 刘毅出题 金兰新作答 恒人听好了 我提来了 请问大师 我等是在此对质学问 还是粗口骂人 谁骂你了 恒人何意啊 恒人如果是骂人 那竖子又是何意 你方才还骂我竖子呢 大师您给评评这个礼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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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子恒人倒是绝对 平手 互不追究 小子 出你的题吧 恒人你听好了 你刚才想跟我玩个有浅入身 没玩好 砸了 小英我接着你 他 他又出口不屑 再敢胡说八道 叛復 你听好了 我这个题是有远即近的 太极一混合物 福西二象 和鸣海上三山河岛 商山四号和人 汉市五陵合成 乘刀六岛合适 你这边停了 哇 这输了 对了 这不忘了 七八九十什么来着 这 怎么一息都给忘了 哎呀 这他娘不中文用 什么意思 完了 哦 太多了 怕他答不出来 先这些吧 金兰新答题 金兰新答题 我题出来了 该你答题了 该我答题了 就不用书法了 也不用什么笔墨伺候 你就说出来就行了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太极 太极一混合物 滚蛋 还滚头了你 那是混沌呢 傻蛋 你骂谁呢 得罪得罪 我也是替少爷着急吗 走 你看看 我这种人啊 是是呀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问谁呢 你干嘛去 莫吉 我进去问问 我进去问问 出来便答复你 大师 请问我是和谁对峙呢 我是和他还是跟他一屋子的人 方才我不是让你也回去了吗 那是你让我去的呀 可我没让你去呀 你 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 你让我去我就去了 可我没让你去你就不能去 我让你回去 你不让我回去 你 你想不想道理你 我就不让你去 没理可讲 都给我住口 金莱欣 你不是问第二题吗 贫僧倒还记得 他是问 福西所立的两个宰相 叫什么 福西你知道吧 这么说你是真的不知道了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恭喜大师贺习大师 贺习之友啊 知道了这个人是个缺心眼儿 是个杀不可辱 你 留意我问你 方才你问的那六个问题 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小的当然知道了 先生出题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下了 不过先生原来出的题一共有十道 小的一紧张就忘了四个 不过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 哪句俗话 四六不沾 怎么回事呢 小的 别那么多废话 你自己知道答案吗 不知道还敢来这儿婚 那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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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给大伙听听啊 说出来 说啊 大家伙听什么呀 就是啊 说出来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说啊 诸位 听好吗 答案就是 太极一火恩本来无物 好 说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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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少 好 好 好 大师 您别走啊 还没宣布谁应谁出手了呢 去大伙计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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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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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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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走走走 马上就到了 出手 您可来了 您可来了 来来来来 我们在这儿 都厚了您半天了 别拉客家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呢 金属办呢 他有事来不了 特意让我们俩给你引路 出手 那也不对啊 我们这么大一个商队 人要吃喝 生活要饮水喂料 怎么你们一点都没准备啊 最近风生锦 不能太张扬 行了行了 我说你赶快把银子给我拿出来 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饭钱 饲料钱我得扣下 那可不行 不行 不光是酒饭 饲料的钱不能扣 你还得多给我们家 三成睡银 不是 我说凭什么呀 金属办最近手头紧 涨价了 我说客官呐 您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这您还少叫了两成 关税呢 就是 您自己想想 我说这么大一商队 两成关税是多少啊 就是 三位 三位 我说 都别啰嗦 一会儿有人来了 大家都麻烦 就是就是 快快快 快 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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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走 好 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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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系 军爷 我没关系 军爷 军爷 绑了 是 那几个私设关卡 结收关税的嫌犯 我就交给你了 剩下的事 我想你该知道怎么办 请刘大人放心 下官这就派帆子手 去婉平县 一定要把那个姓金的主谋 捉拿归案 在你治下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这已经是失察之责 下官之罪 下官一定将功不过 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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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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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来 军爷 那走慢点吧 爸少说 快走 来 四子 他们这么快把咱们送回婉平县 不会从心发落吧 你们说 金书办不会对下咱们不管吧 那个老滑桐 现在怕是自身难保了吧 不会吧 这婉平县可是他的地头啊 从支县到牙役 都拿过他的银子 到了这会儿 他该替咱们走走门路 想想办法呀 是的 如今已经不是晚平县 能管得了的事了 依我看哪 这案子 只要一惊刘伯温的手 那可就大了 可不是吧 那咱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 啊 实话实说呗 怎么办 对 咱就实话实说 反正咱们犯的那些事 那都是老金头一手策划的 就是 对对对 就这么办 走 这是何处啊 为什么带我来此啊 快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快点进去 这这 你怎么来了 你们 不是不是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你爹呢 我不知道啊 我从春天府回来之后 就没看到他 谁个老东西 把我们哥几个害苦了知道吗 就是 怎么说话呢 大人 里面请 启禀大人 设卡结税的一干人犯 巨疑到案 就是 就是什么 万平县书办金生园跑了 跑了 下官无能 是不是有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啊 下官都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去办的 事先 没走漏一点风声啊 他儿子金兰心呢 献计押在万平县大牢 那他跑不了 告诉你的人 留在万平县城 严密监固 一旦发现金生园 立即抓捕 下官遵命 嗯 嗯 嗯 好 走 快 让敲akra敲炉的人都撒了 是 Indonesia 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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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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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闸 不要开闸 驾 驾 驾 不要开闸 驾 驾 驾 不要开闸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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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快走啊 让开 这脚要上了 快走啊 让开 查 相关人等 一个也被落下 谁出了岔子 就砍了谁的脑袋 有开罪说情者 同罪 府县衙门 已经开始依次倒查 大人是御史忠诚 正好办理此案 下官还要写表上奏 尤其要写明 卢沟桥结税 这个陈年顾忌 或与当地官府默许 纵容相关 请职 一并查办 查查个水罗石出 对了 还有道眼建庙 居然挪用了 本该修成的教寅呢 这个 这个就算了吧 他是燕王的门客 建庙 又是为了皇后 祝福祝寿 祝福祝寿 老将军 俺本想啊 等这治水工程结束之后 再向大将军和朝廷 为你请功的 没想到啊 已经丢了性命 将军慢走 刘伯温定为你讨回这个公道 你讨厌 哪儿去 百斤酒肉 祭奠我哥哥 凶贤一犯再逃 有什么脸面祭奠高将军 走 去顺天府 下官见过刘大人 他瞧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 下官刚从宛平县回来 对宛平县令交代 具体操办长河桥 要拆解重建工程的事 谁啊 宛平县书办金神员 钥匙他 恩科舞弊是他 私设卡子收税是他 包剑微桥脱工减料还是他 这人罪大恶击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禽兽啊 大人 您看要不要发个海捕文书 全国通缉 他根本就没离开宛平 发什么海捕文书 他还在宛平没跑啊 他儿子还在牢里压着呢 这么多年盘剥下来的钱 他没有机会转移走 他往哪儿跑啊 大人说得在理 下官这就带人再回宛平县 就是方个底朝天 要把这金生元捉拿归案 不必那么大动干戈 大人有何妙计 刘易啊 先生 那个金兰心他爹 至今仍为吉拿归案 你有办法把他抓回来吗 有 真有 三天违宪 否则甘愿受罚 这事交给你了 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酒好看招呼着啊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快 来 真香啊 挺了 香 来来来 倒上倒上 香香香香 不错不错啊 咱哥几个 金昭有酒 金昭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大声大声 来来来 喝喝喝 倒上 赏一口吧 你在这儿裹什么乱呢 去去去 没你的份 靠边 靠边 去去去去去 赏一口吧 我说 要不是因为你们仪儿俩 我们哥几个能来这儿 就是 赏一口吧 走走走走 哥几个想想平日 我们家的酒 你们没少喝吧 是吧 那我们也没少帮你 干那些趣的事啊 哥几个得到什么了 现在是那高帽子 你戴上了 白花花的银子 让你爹赚足了吧 对 就说那逛牢子的事 你说 不是一块去没事 哪次都是你进屋 我们跟外头清窗根呢 人都说好汉做是好汉的 可知道 都消现了吗 咱们都进来了 你爹就自己跑了 真是 来 喝着 喝着 各位人兄 有时多有得罪 但是 大家想想 小弟我怎么知道也是 诗社的班主吗 对不对 给点吃的吧 什么诗社班主啊 也就说说吧 你曾写过一句像样的诗吗 不 还不如我们哥几个写完了 给你扬名立万吗 是 你想想 来来来 你是怎么对待我们哥几个的 还有呢 我那最先楼的相好 你只见了一面 就横刀斗 诗社班主 我呸 就以采花赢贼你 那是谁封我为 风流镇主 脂粉搬头的 你以为那是在夸你呢 那是在骂你呢 你 那 哥几个 哥几个 闪一口啊 这个劳饭 我实在是无法下咽呢 咽不下饿着 这顿酒饭钱 还有买同劳头的关节钱 凭什么给你吃呢 这都是我们各自家送的 我跟你说 你才别嫌这劳饭不好吃 想想你自己 还能够吃几顿呢 你此话何意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 我想想我还能吃几顿劳饭呢 你你你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关在同一家劳房里 那说明我们就是同罪同饭 虽然是同罪同饭 但是我们各几个跟你明儿俩 人不一样啊 就是 怎么 怎么就不一样了 我们最多就是为虎作伤的一个伤 对 对 能不能为见那个狼 背是你爹 坏主意都是他处的 去去去去 来来来喝酒 来来来来 喝喝喝喝 真傻啊 香 喝喝喝ığı 喝喝喝 imitate 吃 粘膜啊 你这可不能随便乱叫啊 我又没入过学 下过场 再说你爹 也没取得过什么功名 我怎么就成了你的粘膜了呢 呆 simulated 偏心眼是怎么着 他还管他爹叫奶翁呢 来来来 干一个 那我 我叫你老伯 你就是叫我老爷都不行 你看 他果然叫老爷 晚辈可曾得罪过老伯 你没有 可你爹把我坑苦了 来来来 要不是他一回回找我要钱 吃吃吃啊 吃 那尝喝巧 咱们回御水就塌了 我最初的预算 就算是塌了 那一个两三年以后 来来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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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喝酒 叮死你了 真是 你咽的下去啊 就是肉吃 如何咽不下去啊 就是肉吃 哪有肉啊 我呀 不像他们那么偷 公子想吃便可奉奏 小弟 谢我大哥 先别谢这么早 我摸摸看还有没有 狮子 你以为什么 红糕肉 你还没给我送来呢 干什么的 这是你来的地方 走开 我送饭 还有谁轮得着你给送饭呢 就混成你这样 还不如住大牢呢 好歹有顿饭吃 兄弟 行个方便吧 原来是 可不就是常年住在城东坡庙里的我吗 金爷 您哪 恕我眼拙 没认出来 能不能让我进去啊 能 可您进去了 就别想再出来 您现在可是顺天府寄拿着药饭哪 您现在可是顺天府寄拿着药饭哪 我说金爷 您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 您就是爱儿子 也没这么个爱法 您说我要是发一声喊 一条神将您锁下 那赏衣能拿多少您不会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刚才给您那事查起来 能 这不还有酒钱呢 走 好 有什么事快交代 交代完傻人 这个自然 这牢里还关其他人吗 除了你们这案子 还关这三个 什么罪名呢 都是父亲的流途 我想在这边看看 金爷 您也太小心了吗 我们家内口有了什么好汉 这有什么好汉 我们家内口的也是啊 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行了行了 快走吧 好 快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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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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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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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体量不拿下你 我就得掉脑袋 什么东西 秉公之法 你说我什么东西 我呸 你 少废话 给我拿住了 交差有赏 爹 你小子 有什么地方放了 咱们重新来过 下辈子 带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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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你我怎么活呀 快走 儿子 好准味不,es 爹 吴 爹 爹 爹 威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装什么呆麦什么傻呀 拿出来吧 不止吧 兄弟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这种风口浪劲的时候 还敢撕藏藏银 不要命了 这才对嘛 定功执法好牙医 先生 再掏人犯金生元小子勾到 请大人削牌 有点做工的模样 小子告退 等会儿 先生还有何吩咐 就这么走了 你把大名律搬出来 去他干嘛呀 查查呀 这私似窝藏赃银 这什么罪官啊 我交出来还不行啊 真就这么多了 去吧 哦 什么 左宫的 在 御史中成刘伯温 徐岸万平县衙 升堂礼士 各位小心伺候者 领命 上堂排班 有 鸡骨升堂 唯物 有请刘大人 请刘大人 迁平县 下官在 你可知罪 下官知罪 你身受朝廷信任 唯以帝方重任 身为一方父母 不思知恩图报 反而迎私枉法 纵使刁民损功肥资 你可认罪 下官认罪 本官念你读书一脉 良心未明 况且尚能主动 如数交还赃银 故不再深究 存你个体面 挂职回乡去吧 下官多谢大人法外开恩 本官望你回乡之后 打扫书案 再读圣贤之书 重新体会那 做人做事的道理 下官遵命 你 卑职在 待他至后堂 这一调无杀交割印性 督促家人活速上路 不得有误 卑职领命 起来 下官别过大人 再谢大人 下去吧 本县可有县城 回大人 本县赴职已空两年 你所认何职 卑职刑防通判 白自立 好 在新任政堂到任之前 以代数本县政务 其他一件一律而行 卑职遵命 来啊 带人犯金声援 大人有命 带人犯金声援上堂 大人 人犯带到 人犯金声援 你可知罪 不知 无罪 何约无罪 你为沈仙打 公报私仇 本官与你何冤何仇啊 你极贤度能 不奋我儿才高 故而陷害于我 你放屁 就你那儿子连我都比不过 还说什么才高 千 大人 公堂之上未经许可 不得给 是 此案你审不公 在下要见大师道颜 金声援 你还真的要本官传唤道颜上堂不成 要传 只怕你 你没那个面子 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好 本官成全于你 来呀 请道颜和尚上堂 有请道颜和尚上堂 贫僧参见刘大人 阿弥陀佛 给大师涉座 是 大师请 金声援 你招的证人来了 你有什么话说 大师救我呀 大师 但刘伯温哪是冲我 全是冲着大师您啊 自从所来就下黑手啊 板板披在身上 车皮死肉 大师啊 他不是在打我 他是在打大师您啊 板子明明是打在你的身上 怎么去说打在我的身上 此人怕是受刑不过 糊涂了 阿弥陀佛 刘伯温 你欺软怕硬 大师既来作证 你为何还涉座优待 大师乃是受了大将军之托 来厅堂兼审的 本官理当设法 啊 贫桑谢所 不 人犯金生元 我来问你 我先问你吧 上到唐来 你为沈仙打 你疑的是律法哪一条 大师既来监审 请将本条记录在案 好你人犯金生元 果然刁民 我告诉你 本官打你 自有打你的道理 有何道理 莫以为自解官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上头还有皇上 还有天理呢 我来问你 道案之前 你在本县所认何职啊 一个工坊里跑腿的书办 大明律 工律营造 有私官吏 不助攻陷 而助街坊闹事者 账八十 怎么样 难道本官还打错了你不成 本县官吏 为助攻陷者 并非在下一人 你为何之打在下 不择他人 那谁让你赶上了呢 这就叫杀一敬百 而且据本官所知 已经有几位官吏 搬回攻陷去住了 金生元 还有什么不明白 都说出来 本官一一给你解释 算你狠 这八十大百 我认了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为何还不放我 放你啊 这刚开个头 你让我怎么放你啊 金生元 咱们挑重点的说吧 恩科武毕案 设卡收税案 钦囤合公案 你自己说说 让本官先审你哪一桩 你构陷污蔑 我哪桩也不存在 有请刘大人 贫僧虽受大将军之托来此 但贫僧坐在此处 内心难免惶惶 还请刘大人 优先审礼 金施主 叛咬贫僧一事 你便尽快脱身 感情 好 就一大事 这贡状上说 金生元以剑庙为名 捐你白银若干 后来又请你品鉴棋子之师 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 不过那些银子 都与恩科考试无关 贫僧推荐棋子诗文 只因误碍其师 未解其中诸多关节 后经刘大人指点说明 在经诸生接铁之后 贫僧已知其无耻 那大师 为何还收我的银子 金施主的银子 只说是结善元的捐款 贫僧不能拒绝向善之心 只能照单手下 此种说法不过是个由头 其实送银子的目的 你我的心里一样清楚 金施主如此说法 令贫僧不解 若非向善之举 贫僧为何要收你的银子 方外之人 起居吃用自有供养 要你的银子又有何用 大师 你别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贫僧能理解 施主此时的心境 但也不要信口胡言 我佛慈悲 宽恕此人口音 阿彌陀佛 我 兔贼 你脸变得好快呀 你这是要把我推上死路啊 我就是做了鬼 也不会饶你 施主 这话又从何说起 你一个世俗之人 犯了世俗之法 与我贫僧何干 在下实在是冤枉啊 自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吵闹公堂 大行伺候 大行伺候 这 这个 贫僧看不得 贫僧告退 大师啊 你不能走啊 你这儿还有奸堂之责呢 刘大人问案 联名公正之名 欲瞒天下 神 非贫僧所能 奸 乃多此一举 还是告辞吧 大师你不能走 大师救命啊 大师救命啊 人之夜报 歇起四身 贫僧 岂能救得了你 恶比托福 金生元 你可知罪啊 不罪可认 再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诵经 我神斩了你 皇上神寡了你 皇上宅心仁厚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呀 将一干人犯统统带上堂来 带人犯 爹 爹 爹 儿子 走 上的堂来 还不跪下 混乱 儿等共状 本官聚已看过 现在可愿为干政 指政此人哪 禁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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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何话说 人犯禁神元 禁神元 中国禁神元 禁神元 禁神元 大人不用行 小的 远兆 四乡百姓功绩开始 喜悦 拜 拜拜 参拜 万平县 卑职在 座堂开派 是 代人犯 是 各人犯听了 查得你等目无国法 草菅人命 隐私舞弊 贪赃枉法 苛寇酷银 借贷合工 偷才减料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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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可认罪 这还用问吗 这不明摆的事吗 好 既然如此 本官就省去凡文 来人 诸笔伺候 是 回禀大人 小人有话说 嗯 你讲 小民冤枉啊 断桥在此 你何冤之有啊 以小民最初计算 也只是 土木工程一半的苛扣 这桥 怎么也不至于 进水一涮 就塌了 都 都 都是因为塌 那 都摊得无业 一次次 向小民索要 这工程的盐赞 呸 松人 说这还有什么用 这 他是本县 主管的立幕 只要开口 小的不敢不给 依你所说 如若按你当初的苛扣 这桥便不会倒了 倒 终归会倒 大 怎么也得撑个三年五载的 才说得过去 住口 隋朝礼春 所见赵州桥屹立至今 八百年不倒 同是身为工匠 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有大人是不冤 不冤 不冤 杀 不冤 你说你冤 你问问百姓 你冤不冤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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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冤 人犯张四卯一鸣 按律当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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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阎王爷要知道 你心这么黑 非把你下油锅炸了 大人此次回京 一定替我多多拜上皇上 就说徐某镇守北方 一定担惊结律 死而后逸 有数有数 大将军请回吧 兄弟 哥哥我也没啥送过来 这是二十个烧饼 还有一个烧鸡 带在路上吃 这两十 算是本地特展 烧刀子 一点心意 兄弟 你一块带着 哥哥如有机会 也请来应天看看 兄弟我一定带你去那秦淮河畔 尝尝咱那应天城的宫廷小吃 哥哥我怕是没那福费 你去不了 那我就还来 来看看我那埋在地下的 将军哥哥 兄弟你是有情有义的汉子 我拜托哥哥的事 忘不了 忘不了的 每年寒室一定要去看看 替我留意 你烧上一炷高香 弟弟在这儿谢过哥哥了 你让你 快快快 起来起来 此一别 不知你我 何时才能相见 徐大将军 还望您好自为之 我们就此别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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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骑猫驴的爷爷又来了 哦 他就是把甜水引到城里的 他叫刘伯温 刘伯温 是啊 他可不是买不起马 他是不买 他呀 就骑个毛驴 他喜欢毛驴呗 他可不稀罕什么划车呀 宝马呀 那些显赫张扬的东西 人家比的是学位 比的是本领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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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好 行行好 今天您给我热饭吃 今天这鸡儿 少一个抖卧的 哎 大爷 奶奶 给口热饭吃吧 行行好吧 行行好吧 举一队 田径走了 有完美了 先生 我怎么看那个人 有点像季兰卿呢 求求你了 走 求求你了 给一口吧 菩萨保佑你啊 过去看看 给一口饭吧 求求你了 你是金兰卿吧 我不认什么金兰卿 你就是金兰卿 我听声音都能听出来 我不认什么金兰卿 你认 以后别再来了 开口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不认识 不认识 游易啊 先生 给他点钱 让他吃口热饭吧 行 这是 拿着 都给你 都给你 牛活安 造北京 造了5个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